來主要是說每天在老頭髮 這個髮型變得更多 眼睛會穿起來 說要注意 有可能就是鼻類館 高雄有患者就一直在老頭髮 後來發聲鼻類館裡面是有很少的 這個是結石 就是從類型管道出來的結石 高雄有一個四十幾歲中年患者 因為恰恰老頭髮 如果不可以變多 眼睛也有紅紅的進行 經過看醫生後 發現是鼻類館結石疊掉的 醫生表示 類館線結石一步分 可能是發炎還是感染作成的 那如果說有一些 慢性的類管道的發炎 比如說包括廣義的講 那當然包括鼻類管 還有剛剛提到的這些 類小管的這些慢性的發炎 那它都會讓這些管道變得比較狹窄 那它的流通性就會變得比較不好 醫生表示 一般的人多少都有類線結石疊掉進行 但是如果鼻類管 踏入太嚴重 蘇地板性內炎發炎 老年人體控力比較壞 迎合治療可能造成蜂窩性組織炎 跟其他的病發症 甚至頭痛 那眼睛流淚會不舒服 或者是說眼窩的附近的一些發炎性的疾病 還是甚至說譬如說像蜂窩組織炎 這些感染性的疾病 醫師表示 這宗鼻類管踏起來進行 通常13年也是高飛危險軍 不過高霞會在一塊進檢避後 記者尤情如草民豪高雄報道 記者尤情如草民豪高雄